作詞 各位體身老師 各位搬搬的同學大家好 我是一號059的專門院 那我們今天所要做的參考書是 《天地銀查》這本書 大家可以看到 荷幕上這個是焙龍奇奇嘛 那我們今天要講關於《地發》的一個短講 那在我們早養開始之前想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知道今天是星期七 沒有嗎?沒關係 我知道這一點比較困難 我昨天也是想很久才知道今天是星期一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另一個問題 星期這樣的方式是怎麼來的 那日常生活中跟我們習近平相關的立法是怎麼制定的 立法又跟數學又有什麼樣的關係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立法的起源是由兩河流域古文明的蘇美人所制定的 那星期制則是由同樣為兩河流域的加爾迪亚人所設計 那當今立法主要分為三種 分別是陽曆、陰曆以及陰陽合曆 大家應該都聽過 那陽曆的話是根據地球繞日公轉為基準所制定 陰曆則是根據月相遺窺 就像我們看到初一十五嘛 平安曆十個要吃財 這個叫做陰曆 對 大家也知道 那再來是陰陽合曆 陰陽合曆就是 顧名之音嘛 就是把上面兩個把它結合起來都產生的一個立法 那我們等一下就針對說陽曆及陰陽合曆的這個立法來介紹跟數學的觀念 因為這個比較好講 那陽曆智論 陽曆就是我們平常在用的國曆 大家應該很熟悉 陽曆有著這麼樣的法則 逢四則論 逢百不論 四百再論 為什麼是這樣的標準 是怎麼來的 讓我們再來看喔 再一個 逢四則論 因為一年實際上的長度是三百六十五點二四二二天 可是我們會取整數嘛 那就是三百六十五天 剩下零點二四二二天 如果經過了四年 就會累積成大概一天的誤差 所以我們每四年要補一個論 論年 來補為那 少掉的那一天 四則論 再來紅白如論 因為三種方式有誤差 平均每一年的長度會變成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 但是又跟剛剛的三百二十三百六十五的二四二二天 多了零點零七八 這樣子的誤差 如果經過了一百年 就會變成零點七八 那個多錯零點七八 我們遇到一百年的時候 就不要設置論年 把多的那一天再拉回來 這樣就是瘋百胡論 好 那聰明的大家應該知道 這樣子還是不夠精準 又來個誤差 最後 我們又知道這個誤差值 我們再用四百 因為到四百年的話 會累成零點八八嘛 這是一個誤差 零點八八 再用一千代比的話 這樣子的誤差值 平均分配給四百個每一年 誤差值就小到我們可以容許的範圍內 這就是陽力的智論法則介紹的 好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陰陽合力 陰陽合力的智論法則是 十九年七日 為什麼那麼奇怪 因為很酷嗎 十九年七日到底怎麼想出來的 那我們再來看 因為剛剛有提到 地球風轉一年是 三百六十五點二四二二天 而農曆一個月的長度是 二十九點五三點六天 那我們用前者去注意後者 可以得出來的是 十二點三二八二六 這樣子是不是超過我們國力的十二個月 所以也就是說 農曆、惠曆、國力 一年當中少了 零點三六八二六個月 少掉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用智論月的方式 將它補回來 所以才有十九年七日 再來 我們看到螢幕上的數字 是不是每一個都很接近 零點三二八二六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農曆少掉的月數 那看到這樣子 是不是 三年 設置一個論月 六年設置兩個論月 八年設置三個論月 將這幾個論月 平均分配給每一年 每一年就會多出一點點的那個月數 就可以將我們原先少的把它補回來 這就是十九年七日的介紹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到的是天地銀茶 天地銀茶中有一個叫宣民地 宣民地是日本沿用了八百年的古老立法 可是這樣的立法 在某一天開始出現了錯誤 非常非常重大的錯誤 為什麼 沒有考慮到穗差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圖上 紅色那個是太陽的黃道 那 那個是什麼 因為穗差的話就是地球的自轉軸 它會這樣 像婆羅一樣 去這樣子 去旋轉 那 那個 太陽卻是逆時針的轉回去 所以每一年 都會 都會 提早二十分鐘過完 那 這麼重大的誤差 你看三年 就差了一個小時 如果你不立法 沒有把這樣子的一個誤差 考慮進去的話 是不是 它挺多挺多 就只有幾半個說明 它過了幾半就需要重新改 所以你看日本那個立法 用到八萬元 都算是壽終正行 所以我們才說 書上才出現了 我們需要主角按照一看的故事 下一個 好 那我們再來要提到的是 第一個 壽實力 壽實力是元朝學者制定的立法 它非常非常的厲害 它的精準程度 並不會出現在的立法 可是 我們 在書中 直接把這個立法 搬到日本去 唷 譬如出現了一個 出乎意料的不差 為什麼 這時候要提到的是 時差的影響 你看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是 我們時區的分布 中國 是JMP加8 的時區 日本是JMP加9 的時區 我們差了一個時區 也就是差了一個小時 受到了精度的影響 所以你看 同一個立法 你放在兩個不同的時區 你所看到的 觀測到的形象 當然會有不一樣的差距 所以為什麼說 這麼精準的立法 放到不同的地方 你會造成 不同的結構 就是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說 欸 這本天地很慘喔 它的主角 並沒有很厲害喔 不想其他的主角一樣 什麼 無敵的厲害 過人之會怎麼樣 超強運氣也沒有 他就是一個平凡的 可是他到最後 還是完成了夥伴 都有給他的夢想 跟希望 為什麼 他就是打不到的精神 帶給我們 非常多的期望 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 我們可以 暑假或馬 回去翻看這本書 天地明察 我們可以看到主角 他做了什麼樣的時機 然後他在故事這樣子 那我們演講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 非常多利的 品牌的表演 我們請洪萬聖老師提問 好 欸 那 你們 你們認為 那個 大合力 就是 社群修海所創製的 這個大合力 這部立法 它是陽力 還是 陰力 還是 陰力 我認為是 我認為是營養合力 為什麼 對 呃 因為 在這樣子一個那個 陰力的畫面這樣 就是單純用 地球的公司 還會出 單純看月相去制定的 那如果 我們可以將這兩 兩種不同的 地方的優缺點 都考慮起來的話 然後 然後也可以考慮到 先前出錯 因為先前出錯的地方 似乎是單純的陰力 沒有考慮到很多 像 農曆 農曆就是 營養合力 然後他考慮到農民 生物問題啊 然後我們 平常在 農民在工作的時候 欸 我需要考慮到那個 根據星象這樣子 去那個 做的一個 預測跟預判 那如果 營養合力可以 擷取兩個的優點的話 我覺得 這是大合力 好 OK 那 這 這本小說 你們提到 幾種 四種 力化 不知道幾種 四種 因為有大鴻力 鮮鼻力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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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當然會提到數學 對 提到資本的核算 那 這個 這個 關校和 對於 對於四種 對於四種 天文 的 研究 有什麼樣的影響 他 關校和這個人 一開始 其實是 四種 春海 反而是一個 它阻礙的存在 一個高不可怕的目標 可是原來 關校和這個人 因為數學極強 就是因為數學跟天文 有極大的關係 他可以發現其中的奧妙 而且最後 最後 他在主角面困難的時候 將天文與數學結合的資料 居然提供給人主角 所以 主角最後才可以 完美的 將大合理的地方 給呈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 他算是 對主角有非常大幫助的 一個 角色 你們從小說裡面 有沒有看到 關校和有曾經想要改例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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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他做不到 我認為是因為 雖然說他 數學極強 然後還有 真的是過人 才智 但是他沒有主角 那種打不倒的精神 而且他的主角 他破覆了 他背過了許多 那個 一個伙伴的夢想 希望 然後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這就是這部小說 精彩的地方 如果這部小說主角 有關小盒 我一點都不想看 對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非常謝謝 STARWARDS 精彩的回答 接下來 我們請今天 我對了 致薩